各位早晨,Steven,早晨 早晨,阿范,早晨,各位 隔晚方面,大家都留意美股 会不会都好像港股,甚至上证 都走回好少少 怎知隔晚方面,美股又再跌 是呀,三大指数当中 最惑得是纳指跌65点 都挨近1% 当中Tesla大跌7% 纳指最后就报7,502点 相信是三大指数当中 大家都会最为关注的指数 没错,大家都见到 现在你说到纳指肉酸 我就立刻开着纳指给大家看 纳指结果隔夜的时候 就像你所说跌65点 而是 是Day High 开出 Day Low 售 7,502点的位置收市 似乎到现在为止 都只能够说 它在大概50天线的位置 就尝试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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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174 標指方面跌13.2713 7月6日前 歐美貿易戰已經展開了 美股向下跌 但歐股反而無論是富士、德國、法國、英國等 全部都是向上升 會不會是美國挑起戰端 美國率先濕發了 現在不排除市場上當然大致不歡迎貿易戰 所以你見到美股 不僅是A股 其實美股市場會比較憂慮 經濟方面會受慮 留意道指的走勢 大家都知道 納指一向都做得好一點 不要說很久之前 上個月曾經一度 仍在創頂位 但道指就不同 道指不單止沒有在五十天線的位置培活 而且接連失守了五十和一條比較關鍵的二百天線 到現在為止 二百天線還是失守 勢頭上 其實都算不太利好 這個有機會反映貿易戰 可能會令到基本因素惡化的情況 貿易戰 大家就等7月6日 除了7月6日之外 現在又說中國法院暫停美國企業在美光 美國企業這個牌子在中國銷售晶片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新聞 之前都沒有聽過美國這間公司 就說和台聯電福建的進華整合電腦的法庭禁令 除了這個之外 也留意到隔晚方面 美國商務部暫停解封中興通訊出口禁售令 一個月那麼多 市場 大家有留意到 中興在美端的時候 曾經一度二度升至七、八個百分點 A股還要漲停 跌停 聽得多 但它漲停 尤其是A股那麼立落 無緣無故漲停 昨天升至七、八個百分點之後 今天再升四、五個百分點 聽起來好像以往曾經給過十億罰款 之後再扣留多四億左右 等於全面解封 全面解封 現在只是解封一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市場又覺得很興奮 因為好過它一直保持不解 講解但未解 現在再解封 留意這股份 當然很多如果在高位拿著的朋友 應該怎樣都是大輸的 輸少幾元和多幾元的分別 亦都這樣說 我自己的看法 置諸死地而後生 為什麼呢 譬如以推介的時候 可能十五多元左右的位置 現在十三個四 留意最近在一個不明朗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在十二元 都橫行了十日八日 好了 到昨天 終於可能市場上有春光鴨 偷布炒作 大成交之下上升 超過了半成 現在正式補了小裂口 還記得在十五 十九號之間的時候 曾經有個十三個一的裂口 而這個十三個一的裂口 亦都是我曾經比較關注的 如果現在 譬如十三個四 向上又看哪裏位置呢 十六了 所以 大家儘管看看 可不可以 這麼紅心 去到十六元 就是那個裂口底位 當然啦 如果裂口頂 就成二十五到幾 沒得好說 我想 短線先看著十六元這個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進一步彈上去的位置 其實都是希望可以 逐級逐級彈多一點點 賺多一兩元 這樣 因為MACD方面 難得地 終於貼上了 對啦 有機會可以彈得多少呢 大家就 反正已經不虧 都虧了一半這麼多了 真是幾元幾元 彈得多少得多少 先當沒了 然後任它彈一下 除了留意七六三之外 我們繼續留意人民幣的因素 昨天 這麼多位官員 一齊出來說話之後 人民幣就彈上去 跌了五百個點子之後 下午 再升三百個點子 剛剛算看回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 今天下調了九十八個點子 現在都是在六點六五的水平當中 究竟六點六五可否支持到呢 都會好影響到今天上證會不會再次失手二千八呢 沒有錯 我見到恆子其實都不太好 平手開 是呀 因為昨天人民幣就急彈五百個點子 不是這麼多時候可以急彈五百個點子 五個人出來說話才彈上來 一個人說話就彈一百 好了 現在呢 上證指數開出來 都還是要低開十點的 去到二千七百七十七點的水平 恆子只能夠勉強見到綠色 但是一點都不夠 可想而知呢 市呢 都還是有些陰霾在這裏 昨天就已經叫做A股彈了 今天不知道A股還可不可以再彈 彈的話 我們都幾難彈 騰訊現在還是低開1.6 但昨天騰訊叫做都支持得住 起碼都是跌了兩個幾 其他股份都是跌得比較多2-3% 今天似乎綠色的股份都多了一點 包括就是昨天跌得非常十分之多的1928金沙 現時可以升1.9%做40個點 不過升上來又怎樣 又在250天線以下 沒錯 無論1928也好 27號也好 一來失手了250天線 二來都失手了2月份4月份到橫行低位 所以走勢都是不帥氣的 甚至乎再看一兩隻 例如880 上當天都威脆的 好了 今天如果要看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接連失了10天 20天 爆了50天線 一直都失了 現在落到9元位置 正正就是早前5月份的橫行位 昨天跌得最多是200新號 全都是探索1%至2% 這隻就做22.2% 新號也是但跌回2月3月份的橫行區 那又是指移搜到 不移搜不到 如果搜不到的話 還可能再進一步 大家都見到 剛才所說的1929 1928 金沙銀魚 還有新豪 還有奧博 似乎走勢方面 都是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10天20天線 插穿50天線 一個叫做多頭變空頭的情況 所以 不得樂觀 有課的朋友 記住 就算27號轉了彎 還在高位 但已經是轉了彎 轉差了 這些更加轉了彎 準備穿底 分內要留神 看淡屋市的時候 大家有提供用股 畢竟看港民都見到 兩電加價 會不會就是 乘機可以翻身 2號仔 這幾天都是84元 再有水平 84.4 現在升了5千 還有一隻 2638港燈 就升了3千 7.5號 3千 昨天之下影線都挺厲害 是啊 走勢方面 廣燈都算是中規中矩 合格的一隻公用股 至少價錢不會跌了海 最多橫行 最多不動 但穩定派息 這隻可以考慮 至於2號 今個星期 我們更加茅地 我自己更加茅地 希望在跌市裏面 隨便找一隻不輸 當贏 現在暫時來說 還是站在高位 連續五天陽足 雖然過去兩天都是低開高 但都可以受惠的情況 現在暫時站在高位 字幕時間 看到恆生指數方面 竟然有一個反擊 升至71點 28624 上升也少了 跌8點 就是2779點 留意一下,騰訊正在發力,現在正在跌6毫 不過中電更厲害,中電升至百分之四 剛才恆子開出後,高開零點幾點 後來曾經一度跌過,現在暫時彈升 我又想給大家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 恆子圖 昨天跟大家說,恆子圖最好不要跌穿早一日之前的低位 否則就會吵架 如果現在的情況下又如何呢 如果是6月29日,即是放假之前 當時是28463 現在這些位置已經修復了 既然這個位置,我再記錄一次給大家 就是28463 如果能夠搜到的話,我就大貪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做29日和27日的雙頂位置 就是28957 換言之,我想我今天不一定是今天 很大貪 近期吧 近期吧 希望可以做好一點 28957 作為我覺得反彈的目標 你可以看到,其實那個幅度真的只有四五百點 都算是一日之內的那些,即是早前一日之間的那些畜生 對,你去到2957的話 即是條十天線都收復到 近的,近的 所以儘管看看可不可以進一步去回到那些位置 因為現在我覺得,我假定了28000 暫時站著先的 因為兩日都是叫做失而復得獲 28000點 當然,我不建議大家太進取 因為7月6日正式開徵額外的稅項 正式開打 所以我會預期28000點 假定是短底 有貨的話,看看可不可以彈近 一句說了,29000附近 剛才你說成家的磅當中 就是二號仔,真的很厲害 現在升了5%,89元 真的買它,過往為什麼呢 經常跟大家說六號1038 為什麼我會不選它 大家看到息率很高 因為其實那個圖不好 其實已經注定一齊 但今天也借著二號仔 也有得升 是啊,這些公共股 都一齊向上拉升 你說六號仔差 六號分日都有得升 但六號今天如果在這些位置收到的話 都是突破 橫行突破 是啊,但是我最主要 之前就歧視它這件事 派特別息粉,現在一直滾下來 變成了 可能現在真的是時候買都未定 因為你想想,由65變成55 真的隨便,65變成55 沒有了10元 那10元在60多元的東西裡面 其實就已經 起碼都有15個百分點左右 你想想,15個百分點 作為這隻叫做六號仔的時候 所以它一年的一年 我假設就是 28,沒什麼好說 這個特別息 我當它是五厘 即是三年息 所以呢 我經常針對這件事 覺得要彈這些股份 譬如 又看1038 長江基建 其實走勢又是差不多 大家都會看到 高位70 後來現在我當它55 沒有了15元 又是十幾二十個百分點 所以呢 走勢上面 其實都是 如果是我 我寧願選六號橫行 突破 因為這隻 似乎 鑊鑊都 好似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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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都是串 我寧願看一看六號有沒有景 再不是 二號其實真的 強者行強 為什麼經常選它呢 因為它一直強下去 嗯 那三號又怎麼看呢 我看到有朋友就問到三號 想長渣的話 什麼位可以入市 三號長渣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三號過往 但今天它就在公用股當中 是唯一一隻要跌 嗯 暫時來看 輕微揚捉 輕微跌 走勢方面 你都可以留意它 到早前除淨後有個下跌 現在一彈一彈不夠高 如果技術上 暫時還不可以 如果我 認為大家 長線持有的話 當然一元半元不用管 但是呢 我相信 放到十四個六附近 如果放到給你的話 其實就幾理想的一個入位 是不是真的要差到去 想公用股呢 又不需要太過 覺得 哎呀 會不會 即是 不用感到自卑 喂 如果呢 即是這麼巧 我擺明是撞棍 我純粹打算防守 弄一棍 因為阿法贏了三個星期 我純粹打算弄一下 一個星期 現在這個回報呢 拍得住正常的好份 對呀 不當它是一個長線 當短炒都吃了這棍 一個星期 讓我吃中這棍 雖然我也不知道會有這棍的存在 那 OK啦 其實 老實 成交好都夠 其實 夠的 因為你這樣這麼大棍 一定夠 但是情況就 沒有的 我還是有一句 你是用長拿那筆錢來拿 你不會用短炒那筆 當然啦 如果你這麼神知道 有這棍的話 短炒還要叫牛賣 但是 哪能猜到的 長渣的話 2號3號都不失為好東西 嗯 我有位朋友 就見到這個 跌浪當中 連升了幾天 還有一隻 3998 他就說波斯登 連升了這麼多天 今天再升到6% 來到1.2號1的時候 這些位置 是否薄的話 又真的太危險了 短線是超買的 但當然啦 不估定的 因為已經連續三支洋竹在這裡 我會這樣看 專心要快 每一天的開始位 你不可以實 簡單說 你一定不可以見到陰竹 所以 沒有價格 我不估定的 一路洋竹的話 一路駕上去 但是就不要給他 一陰的話 你可能要再問我 或者一陰的話 可能要止賺 嗯 還要幫鍾小姐問他 就是6098 昨天就叫他 收得很好 就彈了幾多 十個七號幾 現在就跌2% 十個五號二 鍾小姐又可以怎麼處理 鍾小姐怎麼處理 你不用問我的 這麼厲害 這樣說 現在暫時陰了 不是沒見過這隻反擊的 先看半袖 半袖中午的時候 再講電話 無論如何 你九個二都捱到了 我覺得十元這麼大 叫做關口位 不穿 沒事 現在暫時跌2號 我是你 我繼續拿 我不會這麼容易罷休 再看看其他的新聞 除了兩電加價之外 還有香港零售總交貨價值 昨天未試出了 對 出了 五月份的數字 同比上升一成二 連續十五個月上升 亦是好過市場預期的 當中升幅最大是珠寶首飾 中標和名貴禮品 上升了兩成三 那麼多 我立刻看珠寶中標 例如一九二九 收大幅 沒得動 五九零 六幅 沒得動 一一六 周深深 沒得動 不算很厲害 178 沙沙 暫時未見影 連1997 要向下跌1.1% 空星這些 256 冠中 這些太難了 暫時未見 有甚麼刺激到 一個月一次的刺激 又出了數字 會否刺激成又會減低 因為都沒有反應 暫時現在沒有一隻可以追上去 有的 不過這隻也是很難 不過這隻也不是升 昨天有些成交 今天有些成交 時代集團 這隻是代理幾個品牌 買些時裝東西 但情況就沒有 都未動 再看過往比較強少少的三條狗 三條狗IT都未動 都在跌三個線 除了這個新聞 不如轉個話題講 藥股的新聞 好 1177方面 仿製藥 就獲批藥品註冊批件 不過都救不到它 今天都還要片緣 跌兩線 11.72 都是浪費了消息 現在出消息 好市的時候出消息 就沒有浪費 現在測試的時候出消息 就好像當沒事發生一樣 還是跌兩線 現在是11.72 繼續用一條五十天線 來做大家的分水嶺 現在未能夠站到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在十二.一毫八位置 還有一些回購消息 就是二一九六 復生醫藥 是的 恐股股東 增持H股 六千八百二十三萬人仔 增持 升幅就埋近百分之一 但是昨天的跌幅太大了 今天只不過是膽了少少 那麼多 增持也未必能幫到 是啊 就是1030 1030今天如何 1030就升了兩千 六個八毫六 不過看回在內房當中的時候 我用碧桂園和他比較 碧桂園還在跌二 他就彈到幾千 已經叫做有得交代一下 一隻跌二一隻打和 這樣就要講一隻升二 又是昨天移動的四條三 中國恆大 正在升 昨天斥支2.86億回購股份 是否因為這樣呢 而成交突然間很顯著 同時今天呢 都是逆市上 都不是逆市的 不過快到了 市剛才升八十幾點 現在又剩下十幾點 隨時叫做逆市股 升2.8個百分點 也都在低位呢 叫做連續三棍 初步呢 值得人恩惠的地方呢 就是二月份的低位21元 現在暫時呢 守回 21.3元 可以留意一下 是否代表家找這些位置 其他基本因素就是 剛剛算出了六月後的消息 按年是跌一成八 是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要向下跌 你一樣應該回購都不是很撐到 你基本因素差的話 回購也是自己和自己玩的 是啊 那你要看回這個基本因素 其實真的值得highlight 很久都沒試過 聽到呢 就是那個 有內房呢 按年的銷售呢 是要跌的 換言之其實都萎縮得很厲害 先不要說去到 有些新成員那些 其實有幾成的一個按年增長 大家最新的數字呢 很多都未出 但是恆大出錯呢 似乎我覺得是一個大家關注的警號 究竟會不會是整個行業都開始有減慢的跡象 即是如果你每個月是博這些數據的話 可能今個月就難搞些了 不是時候 除了這個新聞 還要說話指127 都公佈了持有恆大6.5% 上半年未變現的虧損59億 之前一直想著 他拿著恆大可以派吃派吃 這些真的 派到現在 扭吃不吃最大惡 不是吧 他三十元的 從來都是三十元嗎 我想他加加賣賣 他真的是吃得招 當然啦 人家是怎樣長線持有另計 但是曾經一度因為他而全城仰望他 這麼好眼光買到這麼爆的一隻股 賺獲金又派特別息 但是還在長期想 那時候說憧憬他三十元會賣 長期想他幾時吃 竟然現在未變演虧損 是啊 這個真的有吃不吃最大惡極 由大賺風光到派特別息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派了是落袋的 但是本錢蝕了 這件事 變了現在 再持續下去也沒有堅持的理由 要再檢查一下他平均多少錢 很久很久 本股初開的時候 第一次是甚麼時候買 應該不是那麼高 不過可能他過別 再找吧 再找 再告訴大家 我剛剛找到一個最新的 叫做 過去一年用了132億來買了8.58億股 要除一除 大概每股多少錢 大概15.3左右 那時傳說30元到價 他就會賣完 然後排特別息 但是原來他碰過30元 但是他都沒有賣完 可能他的技術分析差一點 但是他是15.3買入 現在其實還要賺 穿了10天、20天、50天線 現在線穿線 肯定全轉彎 大家就不要再相信華誌的神話 沒錯 而硬要留在這裏 因為華誌和恒大一樣都是穿手 不過另外有個華誌股東 陳凱韻和金比 原來他購入51億來買入1.97億 恒大 即是他的股份是25.8 是的 我以為他先走了 沒有 應該沒有走 就是一個集團 不要緊 都是九牛一毛 在他的胸包裏 但是散戶不要 因為他們還沒走 你不走 人家九牛一毛 但是對你來說 損失可能都大 好了 先說到這裏 看到現在恒指 剛剛曾經變了紅燈 現在又變了 連中電都縮回電 升三 中電縮回電 真是可以 可以薄薄 好了 我們這節說了這麼多 11.09再見 再見